伊藤美成收喜讯 王毅迪,我就是来打哭你的 哈喽大家好,我是哈佛学长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加评论 谢谢大家 2019年,香港公开赛国评女队 隐藏了击败伊藤美成的 梁小魔王,陈梦刘士文叮咛五大主力 这对伊藤美成 无疑是个大喜讯 只派出了6号王毅迪 7号陈信彤挑大梁 第一局王毅迪,4比0开局 这让伊藤美成很尴尬 香港公开赛伊藤美成克星 梁小魔王陈梦都没参赛 伊藤拿冠军的好机会 不对啊,这王毅迪伸手也不赖啊 这可咋整,不管了先硬着头皮打 第一局就当试探一下对手的虚实 再做打算 伊藤美成 这大敌下手也太重了吧 球过来我胳膊,都被震恶妈 恶妈的,这冠军不好拿啊 不会凉凉了吧 伊藤吃我发球,大敌你放马过来 我掰你正手大脚 伊藤挨压大意了 王毅迪,11比3清取第一局 第二局伊藤打出裸点得分 开局1比1 伊藤利用他的正交快弹 把比分改写为2比1 第二局伊藤加强上手 也是不甘示弱 这局两人的技战术都是一样的 都是前三板解决问题 双方一度站至6平 6平过后 伊藤突然侧身抢拉中路 却被王毅迪化解 王毅迪8比6领先 伊藤发球抢攻又得一分 伊藤开始加质量 抑制大敌的上手 伊藤送失误尴尬一笑 转而恼火 大敌不加理睬思考激战术 发伊藤反手不出台 形成相持 王毅迪转正手扣杀得分 拿到局点 王毅迪发球熟悉的套路 伊藤却无能为力 11比7王毅迪又下一局 前两局的失利 已经给伊藤造成了心理负担 此时的他也不想拿冠军了 只想输得有点尊严 王毅迪面无表情 心想我就是来打你哭的 王毅迪心想 邓亚平口中的昙花一现 是不是说的就是你 2018年瑞典公开赛 你可是大放异彩 打败我大姐刘士文丁宁 杀入决赛 4比0横扫我二姐朱雨林 赛后 你更是夸下海口 你说 找到了击败我四姐和五姐的秘诀 这刚过去一年 这就大不一样了 整得我紧张兮兮的 王毅迪上手失误一个 比分来到3比5 义腾发球去大敌反手 王毅迪 你不知道 我反手好啊 你这是不把姐放在眼里啊 难道你是 被打猛吗 还是被打出脾气来了 这是和我杠上吗 难道你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姐成全你 姐可是出了名的 以报之报 义腾偶尔打出一个好球 宣泄一下情绪 王毅迪没有给他机会 掌控场上节奏11比5曲的第三局胜利 大比分3比0 这就是年少成名的烦恼 一旦被研究 就很难有翻身机会 借用邓亚平的一句话 当自己打得不好时 也不要觉得 自己有多差 自己打得好的时候 也不要觉得 自己打得有多好 默默的付出 就是对自己的最好肯定 第四局没有退路的 一腾美成 一通乱打 不按场理出牌 打乱 王毅迪的节奏 开局3比1领先 王毅迪利用自己的发球 迅速还以颜色 把比分打平 三平过后 一腾利用发球 把比分反超 王毅迪对反手得分 再次打平 四平过后 一腾搏杀两次失误 情绪低落 此时 一腾赛前的嚣张全无 为自己的年少轻狂付出代价 王毅迪 气定神闲强势进攻义德一失 王毅迪叫了一个暂停 稳定一下火爆的脾气 不然 他很担心 会用力过猛 把球拍甩出去 把一腾吓傻 暂停回来 王毅迪依旧火力全开 一腾彻底绝望 仰天长叹 发球去王毅迪反手 紧接着再压反手扳回一分 一腾再次仰天长叹 这次被王毅迪反杀 王毅迪拿到局点 手握发球拳 王毅迪发球 直接得分结束比赛 大比分4比0横扫 一腾夺冠 点赞转发 让更多喜欢王毅迪的球迷看到 感谢支持 我们下期见